妖孽连日上涨 时时期波动在线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最近两天 镍金属价格连续上涨的新闻一直在刷屏 是什么在推动镍金属价格的暴涨呢 由于市场对于俄罗斯供应前景感到担忧 镍金属价格周一飙升至了历史记录高位 并且出现了伦敦金属交易所有史以来的最极端的价格波动之一 这种用于生产不锈钢和锂离子电池的金属 价格一度暴涨了90%至每吨55,000美元 是该合约35年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之前历史的高点是在2007年创下的51,800美元每吨 周二 镍价持续攀升 价格触及10万美元每吨的关口 日内涨幅超过了103% 继续刷新历史新高 随着俄罗斯银行被制裁 导致俄罗斯大宗商品供应商的风险增加 以及主要海运企业规避俄罗斯业务 镍金属价格上周已经上涨了19% 现在随着美国权衡是否要禁运俄罗斯的原油 市场也在猜测工业消费者是否也会选择 避免购买来自俄罗斯的原材料 即使目前还没有禁止采购的明确禁令 本次镍金属价格的暴涨主要还是因为资本的博弈 根据消息称 本次暴涨可能是由于某跨国贸易巨头 逼空某大型镍生产商的空头 镍是有色金属中价格弹性比较大的品种 盘面波动会比较大 再叠加投机的资金进进出出 进一步推高了镍金属的价格 现阶段再看中期的基本面已经意义不大了 价格大涨更多的是多头在俄乌局势变化中 炒作俄罗斯镍供应危机 趁机逼空 俄罗斯的镍金属供应占全球流通的40%左右 镍金属价格暴涨之下 上海期货交易所3月7日发文 提示市场各方做好风控 上期所表示 近期市场波动加剧 请各有关单位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理性投资 维护市场 平稳运行 3月8日早间 无锡市不锈钢电子交易中心 发布了关于镍暂停交易的通知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并且上调了镍品种所有买卖协议的保证金至20% 在此之前 所有持有镍品种买卖协议的交易商限制出金 金属镍作为电动车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原材料 在动力电池中主要用于三元正级材料的制造 2021年 全球镍矿产量约为270万金属吨 主要来自于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俄罗斯 其中俄罗斯镍矿产量占全球总量的9% 位居第三名 目前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正在加速阶段 而且三元动力电池占据了近一半的动力电池市场份额 这就意味着车用动力电池所需要的上游原材料 镍的需求将会愈加的旺盛 尽管现阶段俄罗斯的镍产品出口暂时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俄乌关系持续恶化 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全球镍金属的供应 推升镍价上涨 并进一步拉升终端 比如说像电动车产业的成本压力 总之 在期货市场上被逼空是最恐怖的经历 如果做多做错了 价格最多跌到零 虽然说之前曾经也出现过油价跌到过负数的情况 但这个是由于石油的库存到达了极限 难以存放 交割无法完成情况下的偶然事件 但如果说空头做错了 而且没有及时平仓的话 理论上讲价格可以一直上升 空头会被迫以难以预计的高价买入后平仓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说交易的时候一定要带好止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上周发文的时候还是在97附近 由于俄乌局势的因素 现在已经突破了99 朝着100的关口迈进 一手的收益大概在2000美元左右 没有进场的朋友也不要太灰心 我个人认为美元指数可能还是有机会的 具体的时间就在3月17号 也就是美联储利率决议公布的时候 如果加息预期与市场一致 很有可能会出现买预期买事实的情况 也就是说到时候美元可能不涨反跌 给出我们进场的机会 当然具体的点位仓位怎么去计算 还要和您的客户经理进行讨论 做好多个方案 以防止突发事件对我们资金造成严重的影响 如果您喜欢我们本期的内容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 评论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